放暑假来关心地方的艺文活动 台东音乐艺术文化禁用系列活动 首场在杜兰国中办理之后 今天来到了马兰荣民之家 由后山玩乐重奏团单纲演奏 透过镜头一起来欣赏 台上乐手以萨克斯风带来经典曲目 由文化部指导国际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 台东县原著名观光演艺及才艺发展协会执行的 音乐艺术文化禁用系列活动 首场在杜兰国中办理后 今天来到马兰荣民之家 活动是给跨障别 然后还有跨领域的一些人士来参加 所以我们这一次第二场的活动 就选在马兰荣家来为这些伯伯表演 那在伯伯的马兰荣家的隔壁 是有小金沙幼儿园 然后我们也有欢迎这些小朋友 然后还有老师们 一起带领进来过来这个荣家这边 来一起认识西洋乐器 风玩乐的这个重奏团 然后来练习 然后来做展演 然后他们也做一些很多公益的活动 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邀请后山玩乐重奏团 由后山玩乐重奏团 以Saxphone为大家带来十首曲目 与台下观众一同重温经典的歌谣 我们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让那个年长者 他们可以开怀心情很愉悦 那当然我们是帮助大家 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一群喜欢Saxphone的朋友 对所以说我们就成立了这个 后山玩乐乐团 都是挑一些老歌 老歌实在好听 对我们挑一些邓丽君的经典歌曲 还有风味飞的经典歌曲 音乐音速文化金融系列活动 从市区纵谷海岸以及南汇地区 办理舞场的西洋音乐展演 以参与式共荣体验以及分享 跨林跨丈别跨于共学 以及偏向参与为目标 让民众可以就近参与文化活动 接盘这里台东市报道